歡迎各位觀眾來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欣賞由香港百和會館製作的粵劇勵器及排場節子戲展演 在節目開始之前 有請香港百和會館主席汪明泉博士 至歡迎池有請汪主席 clar黃金泉博士 大家好 真是很久沒在舞台和大家見面 各位來賓、觀眾、媒體朋友 大家好 今年2020年更子年 相信不单是香港的民众 甚至在全世界不分种族贫富的地球村成员来说 都是相当难忘的一年 新冠状病毒肺炎肆虐 对于民生 社会 经济 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人心不安 旺旺度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康民署安排了百合会馆演出 玉皇登殿及牌抢截之戏 实在有多重的意义 玉皇登殿是粤劇的传统禮器 玉皇大帝赏朝会见诸臣 得知凡间有和乱 玉帝降止下令众天神下凡 拯救创新 保佑太平富庶 国泰民安 现时全球正经历新冠肺炎的疫情 演出玉皇登殿就是希望上天 眷顾众生 驱赶疫症 可以让民生 社会 得以重回正常的轨道 受疫症的影响 政府自年初下令关闭所有的表演场地 虽然在六七月期间一度重开 但是疫情反复 七月中又再全面闭馆 业界同仁在这大半年 生计全失 苦不堪言 现时疫情有好转的势头 表演场地也在十月一日重开 演出恢复接待观众 今天的演出虽然只是接待一半的观众 但是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做好我们这台戏 打响大型演出的投炮 迎接新开始 新挑战 重振月期演出的辉煌成防 希望我们的演出是好的开始 也祝愿其他的表演界别 陆续顺利开展演出 今次的欲望登殿 艺术指导新剑郎 安排了年轻演员哲鵬演出 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 几个主要的角色 包括玉帝 桃花女 董永 七姐等 每晚将会由不同的人选担当 增加他们演出这些古老戏的机会 而一众的大老观 在罗家英龙冠天的带领下 主力会演出下半场的排场截止戏 观众可以欣赏大老观的征战演出之外 也都为初入行的演员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教材 其中一些剧目更安排了新一代演员和大老观做对手戏 这一次的演出 由几代演员一同参与 也是本会传承阅剧艺术的其中一个重点项目 更加重要的是 这些古老戏都是阅剧的根 学懂演出这些古老戏 就是打稳粤剧演出的基础 要创新也是基于传统而创新 离开了粤剧的本子 就不是粤剧 疫症是危机 但是中国文字很有意思 有危就有机 面对疫情 粤剧界的同仁 推出了不同的自教项目 包括兄弟班 网上直播演出 互联网月曲筹款演唱会 线上教学等 八和会馆也都在疫症期间 为同业向政府争取支援 并且受政府的委托 统筹派发防疫抗疫基金 合共786位从业员受委 当中包括非八和会员 与此同时 我们亦都开展了大型粤剧推广计划 八和频道粤剧网上学堂 制作了40条短片 有系统地介绍粤剧 唱、造念、打等不同的演出元素 动员接近400位八和会员 参与台词幕后的工作 上下一心要做好这个计划 八和频道除了向本地观众介绍 如何欣赏粤剧之外 更加是保留和传承粤剧艺术的重点计划 与此同时 亦都希望透过互联网的便捷和广泛性 向新生代和海外观众推广粤剧 吸纳不同国籍的观众 将这一行榜大精深的岭南文化艺术宣扬开去 我们预计八和频道将会在2021年的上半年 正式推出 到时要请各位多多指教 今晚大家看到的演出 也都是粤剧的传统精华 在长巷里面 我们详细介绍了每个剧目的内容 历史意义和导赏的资料 看过今晚的演出 希望大家对粤剧的传统演出 有更多的了解 也能够明白我们的传统 是如何影响现时的粤剧发展 最后有一个温馨的提示 给在座的各位 希望大家在欣赏演出之外 切不可松懈 要继续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 勤洗手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 都重视自己和身边的健康 疫情自然会早日消退 到时表演场地长开 老观日日有戏做 观众日日有好戏看 同时只要康民传愿意 我们是乐意去到全港的十八区 区区都做一趟玉黄登殿 除了可以为全港市民祈福 亦都为日后重新出发自兴 最后再次祝愿各位 身体健康 长和共济 国家繁荣昌诚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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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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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